《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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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了那么多OSD 就是我想被大家听到 太多了 没完就感到是 大家现在听腻了吗 听腻了 我还能继续唱歌吗 不知道 《词曲线》 《词曲线》 这件时间很久了 这件情况不好 咱们线下见 诶 可不可以看见吗 也有线下哦 你要不要来 我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哪怕你现在看我话很多 但我的内心其实还是个腼腆的人 什么时候 尽快吧 因为尽快的话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害怕自己说话浪费别人时间 别人不喜欢听 我就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歌手 没有想过会做这一行 大家都会觉得这一行 太遥不可及了 你怎么去做呢 怎么让别人看到你 对 所以想就是能不能做个医生 因为想的是比较能够稳定一些的工作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在家翻译翻译翻译 看书看书看书翻译翻译 唯独有几个科目过了 还是因为我们老师 你看看我们轴神 我不知道他停不停的动 但他每一节壳都来 然后我就给他个合格 人生真的比戏剧精彩 我刚选完音乐学 刚读完半年 我就生代小节失声了 我就哇 那么大一个玩笑 拜托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 我现在甚至思考过 我就算成功地学完了专业 我能够成为一个音乐老师吗 但是也是在后面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音乐学院 我问了我老师 老师你觉得你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 我老师他说的是 我从小都在唱歌剧 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就回来学校教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好美 就是一直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把它最大化的去呈现 好难说服哎 冷战啊 吵架啊 不我就要觉得 不给你生活费 不给就不给 我觉得 zones なので einf 就爸爸妈妈真的 不知道怎么去帮你 爸爸妈妈甚至都不知道 你们这一行是怎么工作的 只是知道你好像在电视上越来越瘦了 我之前唱过的所有OSD 其实还蛮久的吧 但是中间播者很多 一开始给的版本 不太是我想要的样子 所以就临时提前可能就只有 七天七八天的样子去找朋友 再去重新编累一下 然后中间在彩排的时候 又有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昨天熬夜又跟老虎弦 我们这次的音乐组监 就是一起再去把一些 我们觉得顺的 我们觉得不顺的地方 把它解决掉 你觉得对你来说意义最深刻的一首是什么 意义最深刻的一定是大虞 因为很多首歌都是有了大虞之后 才被大家看到听到 才会觉得会不会他来唱我的歌还不错 大虞之后 都要认为 高约月 真的他有了大虞之后 而且 Arun 感谢 Namen 吉他 对我 本来想是7月25号在官宣 然后就因为微博在认证 然后微博刚认证就被别人扒出来 然后现在想干脆直接承认吧 当然会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我觉得我想要先思考到一个 我明确的方向 才更好地能够去选择以后 想要合作的伙伴 很吵 活泼 越来越放心让观众去认识你吧 温柔 腼腆 我也很想念它 温柔 腰腿 你真的真的需要 рук 温柔和风 每天都考试 每天我都挂科 开始对自己 就觉得自己做这个 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彻底的不太对 所以后面想 那我就咬牙 就一跺脚 就去考了一下音乐学院 然后就考上了 其实我们老师也很奇怪 他说你一个学牙医的 为什么我要来考音乐学院 然后我一看说 因为我学不下去了 然后他就开始凶我 你觉得音乐是那么好学的吗 我唱完之后 可以你来读吧 我觉得嗓子可能会 相对来说大家 比一般男生来说 要稍微细一点点 然后就可能吸引了一下 老师的耳朵吧 求我爱 Barker 。 出次 出次 道 说 撤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やこさんてめさん きごかんな さんてごうぶんな おかみつまる Ihnen detだ えしたみさんと あすみな こかんてめ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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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